咱俩都不成好人了 不是 但是他这种情况 现在生活当中很普遍 哎 经常发生 两口子吵架老要分一个对错 其实爱情啊 分不出对与错 女生啊 是用来疼的 太对了 你想想 他跟你这儿啊 撒娇啊什么的 就是为了想跟你缓和关系 跟你好 就这么一份感情啊 现在大多数朋友都有遇到过 叫异地恋 异地恋 下面这位嘉宾啊 其实就受到了异地恋的困扰 对对对 掌声欢迎 这位嘉宾还挺喜情啊对不对 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异地恋 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这个我们的关系是异地恋 您是异地恋啊 我们两个人相爱经 八年了 这么长时间了 他在巴黎 我在腐顺 差的是有点远可能 那巴黎腐顺 那见得着吗 你天天捧个手机 你有意思吗 手机一停 女友失灵 WiFi一断 女友下线 好家 你要这么空虚 你找客服聊去呗 对不对 别废话 干嘛呢 我这不冲着他 他又一上来就说人嘉宾的 费顶